第1093集 断头路上 为了保密 莫小鱼让陈南路自己选择了见面的地方 没想到这女人选了一个十分偏僻的位置 莫小鱼和潘兴安到了地方 晚了整整一个小时 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陈南路问道 嗨 你找的这个地方真是够隐秘的 我们找了好几圈才找到 就算有人跟着的话 估计也被绕晕了 那这位是潘兴安 这位美女是英泽集团的少奶奶 陈南路 莫小鱼介绍道 潘兴安这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莫小鱼说有把握把自己弄进英泽集团 看来就是指望着这位少奶奶了 但是潘兴安很八卦的在想 这莫小鱼和这位少奶奶是什么关系呢 当然了 这事也不归自己管 自己还是顾好眼前的事为好 潘先生是搞房地产销售的吗 有哪些成绩呢 陈南路问道 那说起房地产销售 这可潘兴安老本行啊 可谓如鼠家珍 不但是做过上海公司销灌 那更是那一年最高成绩记录保持者 到现在都没人打破 哦 那看来潘先生真是我公司的急需人才 这样吧 你把你的简历准备一下 我去找个猎头去挖你 这样显得天衣无缝 小鱼 你觉得这样安排行吗 陈南路说完征求了一下莫小鱼的意见 这更让潘兴安认定 莫小鱼和这位少奶奶关系绝不一般 这本来是公司的事啊 怎么着也不用征求莫小鱼的意见吧 但现在这种鬼事居然就发生了 可以 怎么合适你看着安排吧 只要能进去就行 莫小鱼说道 那事情呢就这么三言两语的定下来了 吃饭吃到一半 潘兴安电话响了 他歉意的站起来出去接了个电话 后来说是自己家中有事 他必须马上赶回去 莫小鱼说要送他回去 但是他说门口就有一辆出租车 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坐到出租车里 潘兴安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把这事给瞒过去了 自己哪是有电话呀 那是在开饭之前自己订了个闹钟 他这是在给莫小鱼和陈南路疼地方 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莫小鱼问道 我不会看人 要是会看人 我就不会嫁给那个混蛋了 这可是你找来的人 到时候出事 也是由你来处理 我可不管 陈南路说道 我信他 不会出事的 但是呢 你也要多个心眼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 绝对不能跟他说 明白吗 莫小鱼问道 我知道 我以前很笨的 但是自从和你认识了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变聪明了 你说呢 陈南路端着一杯啤酒 问莫小鱼道 是吗 那你是想跟我一直在一起了 莫小鱼似笑非笑地问道 只要你愿意 陈南路羞红了脸说道 初夏的夜晚不是很热 莫小鱼的汽车在野外疯狂地飞驰着 而一旁的陈南路 看着前面不断超越的一根根路灯杆 打开窗户大喊大叫 很是疯狂 汽车终于在一处路障前停下了 这里是开发区没修通的道路 再往前走 就是断头路了 这里也没有灯光 莫小鱼把车灯给熄灭了 两个人下了车 莫小鱼走到路边解开腰带放水 哗哗的声音 让陈南路兴奋起来 慢慢地走向莫小鱼 从背后抱住了他 他感谢这个男人 给了他新的生命活力 虽然这种偷来的东西呢 自己从来都是小心翼翼 不敢在人前展示 但是每次那种内心深处带来的小刺激 也总是让陈南路难以自拔 虽然他知道 这种情感很像垃圾食品 明知不健康 可还是忍不住去吃 也知道吃多了总会有问题 但是仍然停不下来 哎 你不回去怎么解释啊 莫小鱼问道 我说了 我要去宋城的同学家 为他敬声 我已经和同学说好了 陈南路说道 哇塞 看来你这偷偷摸摸的 还真能提高智商啊 莫小鱼笑道 这一夜 汽车几乎是摇晃了一晚上 直到天蒙蒙亮了 莫小鱼才醒过来 开车离开了开发区的断头路 在市郊的快捷酒店 给陈南路开了一间房 洗洗澡之类的 车里一片狼藉 莫小鱼赶紧清理 临走前 莫小鱼给陈南路留了张字条 你在这里睡吧 我还有事 睡醒了 自己回去 莫小鱼本来可以陪着陈南路 再玩一天的 但是从昨晚到现在 莫小鱼的手机 被蒋玉然打了十多个电话 莫小鱼害怕有什么事 所以一直也没接 免得耽误自己和陈南路的好事 一大早又打过来 莫小鱼才不得不接 哎呀我说 蒋大哥 今天是周末好吧 能不能让我睡个好觉啊 莫小鱼接通了电话问道 有事找你 到西商别墅来一趟吗 蒋玉然说道 啊 出什么事了 莫小鱼听着蒋玉然声音低沉 心中一沉 问道 等你来了再说吧 路上注意安全 我们等你 说完 蒋玉然就挂了电话 我靠 蒋玉然极少这么说话 说一半的 莫小鱼心里想 肯定是出事了 要不然蒋玉然不会这么说话 于是开车从郊区一路急迟去了英康宁的西山别墅 莫小鱼下了车直奔别墅客厅 看到好几个人都在屋子里了 正在分别拿出一些图纸来看 我靠 蒋大哥 到底出啥事了 看到莫小鱼进来了 蒋玉然才上来和莫小鱼打招呼